大家最近一直在问怎么带狗狗去葡萄山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做一条详细的介绍 去葡萄山首先要导航到朱家间码头去坐船 船票呢大家可以去搜索公众号 舟山海星轮船去购买 最后一班车呢是晚上的九点文石 而且船字是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几点到几点再买 买完之后刷身份证上船就可以了 葡萄山目前对狗狗的体型大小没有任何的要求 而且不需要在任何的证件 上船时唯一的要求就是带好嘴炮 以防打扰到别人 而且岛上的民宿对宠物友好的真的非常多 大家用APP搜索民宿的时候选择可以带宠物就OK 因为价格的不同人数的不同 可选性真的太多了 我自己就不推荐了 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 最近去的人真的非常多 葡萄山对狗狗是非常友好的 如果大家去寺庙上香狗狗在门口等就可以了 我拍照的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普济寺之境 岛上的交通呢是以搭设和步行为主 有时间或者第一次来的朋友们建议多待两天 可以不用那么赶 第二天的清晨可以再去朝阳阁欣赏一下最美丽的日出 然后再坐缆车去火顶山一览普洛山壮丽的景色 再去百步沙感受一下碧海金沙环绕的人间美景 其实普洛山最美的风景都是在路上 让我们随缘而来 随心而至 愿所求即所愿 也祝愿我们大家 健康平安 顺心顺意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